嗨大家好,我是艾伦,欢迎回到艾伦的生活记录频道 在上个礼拜跟上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ANA航空他们的经济舱跟商务舱 那在影片当中一直不时的有提到一个词叫做 中国信托ANA联名卡,也就是这一张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跟理财相关的讯息 温馨提醒,影片的最后有超级好康,不要错过 这一次中国信托和ANA邀请我来开箱他们的联名信用卡 那我自己先办了一张需要缴年费的 自己缴的年费也实际的使用了好几个月 还把它带到日本去消费才敢来跟大家分享 这张卡片是真的好用 当然前提是对适合的人来说 目前我使用三个月的时间已经累积到一张 淡季来回日本的机票了 所以这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张卡片 它适合的对象,卡片的优点和注意事项 还有累积里程的一些小派伯 信用卡其实就像玩游戏一样 当你了解它的游戏规则 你懂得占用卡片 选择一张适合自己来使用的信用卡 你就可以获得相对应来说比较多的好处 那中国信托ANA的联名卡 是一张累积里程的信用卡 所以针对的对象是需要 或者是喜欢出国的朋友来推出的 那我们可以透过日常在台湾的消费 或者是出国的花费来累积里程 进而换取机票或者是升等机舱 中国信托ANA的联名卡 它们累积的当然就是自家ANA航空的里程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只能够对换ANA的机票 因为ANA它是星空联盟 Star Alliance的会员 在这个联盟底下 有非常多知名的航空公司 其中包括了土耳其航空 新加坡航空 长荣航空 加拿大航空等等的 目前星空联盟一共有27家的航空公司 那ANA的里程 它除了可以兑换自家的机票之外 你也可以去兑换其他星空联盟成员的机票 对我们来说是方便的 因为星空联盟底下的这些航空公司 很多都是接下来我们想要去旅游的航线 另外是当我们搭乘任何一家 星空联盟的航空公司时 也可以一起的把里程 累积到ANA的里程账户里面 那我干嘛不去累积其他的星空联盟的里程 为什么要累积ANA的 除了是因为我们常常去日本这个原因之外 还有就是因为ANA的里程 真的比较好用 比如说第一 你可以用更少的里程 去兑换其他家星空联盟公司的机票 举例来说 如果你今天要兑换的是ANA航空 淡季来回日本的机票的话 需要的里程是17000里 如果你要使用其他星空联盟 某航空公司的里程 来去兑换他们自家的机票的话 需要的里程是35000里 可是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使用ANA的里程 你也可以兑换同样是星空联盟 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票 需要的里程只要20000里 所以比起某其他家航空公司来说 使用自己的里程来兑换 还低了15000里 而且如果你兑换的是ANA的机票 飞往日本的话 在24个小时之内 在日本转机的ANA机票 不需要另外再额外负担里程 比如说好了 我今天是淡季要去日本的北海道玩 从台湾出发 我可以用17000里 换到台北东京来回的机票 还可以换到东京北海道来回的机票 这个是有ANA他们那边招待的 这一点超棒 第二 ANA的家族里程俱乐部很好用 有时候像我们一个人 自己累积里程的时候 速度比较慢 会担心说里程会不会过期 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ANA 它可以把二等亲以内的亲属 包含了父母 孩子 反正最多你可以加到7位 把他们加入到你的家族会员 并且合并起来一起使用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更快的去达到足够的里程 不用担心说里程快到期了 可是我还不够来去兑换机票 那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很懊恼 那值得注意的是 办理这个手续需要手续费 就是1000里 但是它是以办次数来算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办这个家族里程的话 可以一次过把7位二等亲 全部一起加到家族会员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只需要附带一次的手续费用就好了 第三 我所累积的里程 也可以让二等亲的家人使用 更重要的是 这个还包含了同性伴侣 所以今天如果我想要把 我累积足够的里程 我想要换两张机票 一起去旅游的话 一张是我的 一张是无一的 是可以的 这点超感动 光是这一点我就可以给ANA 1000个赞 那一个账号 它最多可以登记10位二等亲 第四 ANA航空 它有很完善的兑换机票 查询系统 这是很多其他新空联盟公司没有的 其他家的新空联盟公司的会员 很多都是使用ANA的系统 来去查询看 有没有机票可以兑换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中国信托ANA的联名卡 好不好用 我们刚刚看的是里程好不好用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卡片 联名卡一共有三个等级 每一个等级都有Visa和JCB两个版本 所以一共有六个版本 主要的差别除了是在JCB和Visa之外 就是年费 而年费会直接的影响你累积里程的进度 举例来说 免年费的信用卡在台湾消费的话是40元一里 在海外消费的话是30元一里 那我申办的是JCB的极致卡 首年的年费是6600 那续卡的年费是8000块 在台湾消费是20元就一里 在海外消费的话是10元就一里 那这个累积的速度是直接翻倍上去的 那这个年费贵吗 我认为要看你怎么样来换算 今天我花了6600来去讲年费 然后我用这张卡片去刷我平常就有的消费 包含了买机票啊买器材啊网购啊加油等等的 那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可以去换到一张1万多块的机票 我认为是划算的 那要注意的是哦 如果你是超级大户的话 海外的回馈是有上限的 每个月最多是2万里 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在海外消费 超过40万的那些金额的话 就没有海外加码 就回到20元一里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累积里程的 我先办的是极致卡 所以手年年费缴完 刷卡满2688之后 他就送我5000里 那这几个月里面呢 我购买了很多高单价的摄影器材 还有手机啊 也搭乘了同样是星空联盟的 中国国际航空和长荣航空 全部都是刷这张卡片 那除了累积消费的里程之外 也累积了飞行的旅程 只要碰到任何一个可以刷卡的地方 我全部都刷 像餐厅啊 买隐形眼镜的药水啊 唱歌啊 租车啊 加油费啊 等等的 任何一笔消费 大大小小都不要放过 可以刷的 全部都用刷的 那另外我也会把每个月自动扣款的花费 换成这张卡片 比如说像健身房的 Spotify的会员月费 还有在日本 我购买洗碗机 这些比较高单价的家电 更是要使用这张卡片 因为国外消费是10元就一厘嘛 就这样子 我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就累积了超过一万七千里 换到了一张淡季台北东京来回的机票 啊 经济厂啦 所以我只能够说 我真的很认真的在玩这个游戏 那还有一些小配方 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比如说 朋友聚餐的时候 你就抢这件负账 请去刷卡 然后请朋友们给你现金 那公司 如果要采购什么东西的话 你至高奋勇 我先刷 没关系 反正都有发票嘛 都可以请款的 这样子累积里程的速度超快的 那累积里程有一些注意事项 第一 有部分的消费是不能够累积的 比如说全联 便利商店 水电费 罚单 保险费 这些是不能够累积里程的 第二 分期付款是没有办法累积里程的 必须要一次付清才可以 在网购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一点 那这张卡片它除了很好的累积里程之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待遇 好比如说你在搭乘ANA航空的时候 如果你持有的是负年费的卡片的话 即使你搭乘的是经济舱 你还是一样可以在商务场的柜台去check in 那其他的福利像机场接送啊 机场停车优惠啊 市区停车优惠等等的 都有相关的规定和限制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参考中国信头的官网 那我会把连结放到叙述栏位上面 最后提醒两点 第一JCB和VISA要谨慎的选 看是在日本可以获得比较多优惠的JCB适合你 还是说国际比较通用的VISA 更符合你的需求 建议可以透过你比较常去的国家来进行评估 那第二就是里程 它是会过期的 你在中国信托的账户里面 你可以放两年到三年之间 那转移到ANA的会员里面的时候 还可以再放多三年 所以总的来说是五年到六年的时间 记得要花掉 不然这一里程就浪费掉了 那这样子也有助于你去评估说 如果说你办了一张免年费的信用卡 你在五年到六年之间 能不能够刷到68万 来兑换一张台北东京蛋机来回机票 那总的来说 如果你要玩这个累积里程兑换机票的游戏 那你就要先去了解这个游戏规则 越是了解这个游戏规则 你就越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我觉得这张卡片它适合中高消费 并且喜欢出国的族群 或者是喜欢出国的公司采购 那对于我来说 购买摄影器材这些都是非常高单价的 然后我又喜欢出国 所以这张卡片它非常适合我 如果你也认为这张卡片适合你的话 不妨参考看看叙述栏位上面的资讯 11月4号到11月15号 这段期间办JCB的极致卡 符合手刷直接加码送2000里 如果你是透过叙述栏位的 艾草专属连接进去办卡的话 无论你办的是JCB的极致卡 又或者是Visa的无线卡 只要你符合都可以加码送2000里 就没有限定在JCB卡上面 算一算如果你办的这张卡片 在60天之内 如果你可以刷买20万的话 满额里消费里 艾草专属里加起来 就有22000里了 那当然啦 不要为了刷而刷 而是有需要再刷 另外我们也会在影片发布 24小时之后 明天的晚上6点半 在留言区抽出一位幸运儿 我们要送出这一台 ANA波音787 1比200的飞机模型 这个我想应该很多人会有兴趣 之前我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就很多人问我说哪里可以买 然后下个礼拜四晚上6点半 我们会再抽出一位 所以明晚6点半以前留言的话 就会有两次的中奖机会 这个就是游戏规则 好啦希望今天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一起来累计里程去看世界吧 我是艾尔文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